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实验室里诞生的超能力猴子 它的全身从皮肤到骨髓从大脑到睾丸 都在表达和使用着一种它自身不可能拥有的 一种来自水母的绿色荧光基因 换句话说 就像蜘蛛侠获得蜘蛛的基因从而开始人生逆袭 这只猴子全身上下都成功表达这种绿色荧光蛋白 虽然我不知道它能否靠水母的基因逆袭 但这是史上手力最高比例表达外缘基因 最长时间存活的灵长类动物 人类最新转基因技术的化时代突破 其详细过程转基因的方法都记载在了这篇二三年年底 来自中科院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Sell上的论文 它的原理其实很好理解 甚至可以用简单粗暴来形容 正如1974年 加州的一名研究人员将猿猴病毒的DNA注入小鼠的狼肺中 在出生的小鼠长大以后的多个组织标本类 都成功显示到了本来不该存在的猿猴病毒DNA序列一样 让十些猴全身都表达了这种外猿基因的方法 就是在其胚胎阶段就微注入另外一个融入了表达绿色银光蛋白基因的猴子的胚胎细胞 人家者们通过各种测试比较 确定了一种融合和存活的最好的培养方案以后 91个这样成功培养的融合胚胎 被打入了40只代孕母猴的子宫 最终12只猴子成功怀孕 10只小猴子顺利出生 第10号小猴子就是开始图片的猴子了 很不幸的是 他在出生后第10天就出现呼吸衰竭和低体温等而不得不被研究者安乐死 和流产的9号猴子一起 它们的全身各器官被研究者采样 从基因到蛋白 从表冠遗传到组织切片都做了最全面的检测以后 就有了这篇文章令人震惊的发现 其实这样把两种胚胎细胞混在一起 强行人工制造嵌合体内长类动物的尝试 之前的实验也有过 比如这篇2018年的SELL 研究者们也使用绿色银光蛋白标记了细胞 注入另外一个猴的胚胎 终于成功培养出了嵌合体猴 其体类组织结构来自外缘细胞发育的比例 最高只有0.1%到4.5% 而这篇用优质带细胞进行嵌合的实验 嵌合的比例在极个别器官达到最高18% 但也是极个别的器官而已 对比本篇实验9号和10号猴子 从免疫染色和单细胞社区的结果 能看到外缘细胞在猴子各个器官组织的比例 最高达到精神的90% 而普遍也有50%到60% 比如此所示的猴子的睾丸 60%的细胞都来自表达绿色银光蛋白的外缘细胞 这代表着这样的猴子 它的后代如果出生 也将用50%到60%的概率携带这种基因 是基本研究的成果 现在你可能好奇 为什么这些研究者那么喜欢绿色 都要用绿色银光蛋白标记外缘的胚胎细胞 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这样把两种胚胎细胞混在一起 制造嵌合体猴的目的 是为了让它表达外缘基因 我们拿去融合的胚胎细胞 不就已经本来在表达绿色银光蛋白了吗 那直接拿这个胚胎去母猴子宫 生出来的猴子全身所有细胞都将由此胚胎细胞分化而来 那不就全身100%细胞都会表达这种外缘基因了吗 为什么还要多次一举的去和另外一个胚胎细胞搞什么嵌合 然后在那里努力提高嵌合的比例呢 嵌合体的形成 往往来自母亲子宫内的双胞胎 两个胚胎融合成为一个胚胎 即使让一个人同时拥有了两种基因型 按这篇对嵌合体的研究 在子宫内进入高达30%的本来的双胞胎 最终会嵌合成为单胎 所以现实生活中天生的嵌合体成的比例 可能远高于我们的想象 但是作为嵌合体的人 自己却一辈子都不会察觉到自己是嵌合体 除非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当两种细胞刚好分布在能表达性状的地方 比如说眼睛 拇指 甚至为演员Kate或超人Henry Cavill的眼睛 抑或当他们分布在性器官 然后去做亲自鉴定 发现自己亲生的孩子怎么都测出来 不是自己亲生的 因为它来自体的另外一套基因组 以上这些事情都说明了嵌合体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嵌合体形成的时候 我们无法知道哪些器官 会来自本来的原来的胚胎细胞 哪些来自于另外一个胚胎细胞 换句话说 我们无法确定和控制 哪一个器官会表达我们想要添加进去的外源基因 试想 如果蜘蛛侠吐出制造蜘蛛式的基因的表达的地方 不是它的手腕 而是它的臀部 相信它的力气之路会崎岖很多很多 所以 这种方法似乎不怎么靠谱 但是 为什么这么多研究者 这么多实验室 还在竭尽其人 努力的想要去培养制造嵌合体呢 以及那些耸人听闻的 什么人猪嵌合体 人牛嵌合体 甚至人猴嵌合体等等 如果不是为了想要复制一个孙悟空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从胰酸疾病到无限的器官供应 从宫科癌症到延年营兽 这是一个转经技术发展50周年 以及为何 你我都可能因为这个技术而长生不老的故事 但这一切还得从人类转经技术的基本原理开始 这是子力 细菌里一个由少量DNA闭环形成的天然存在的小圆圈 它的另一个名字是人类转经技术的基石 基因工程的一切技术 可以说都是以这个小小的子力为基础 而自从人类可以合成自己决定训练的小段核酸训练以后 人们几乎可以随意定制 插住自己想要训练的任何子力 比如编译的绿色银合蛋白的基因训练 又比如让细菌对青霉素产生抗体的基因 你甚至可以把这两个基因的训练拼在一起 然后一起插进去 然后下单 快递包邮 生生子力的公司很快就能把这样的子力送到你的家门前 或是验室门前了 把心道或者子力加入细菌的培养液以后 用物理方法打开细胞膜 比如对细胞进行顺势的高电压 子力就会进入细胞内 像这样 开始随着细菌的细胞一起复制 表达我们插进去的虚拟的那个基因 如果我们加入的是绿色银合蛋白 那么成功转化的细胞就会开始发出绿色 比如这样 这是细菌的各个菌落 而成功转化的细菌的菌落 就会开始发出绿色 培养液里面如果加入青霉素 只有成功融合了抗青霉素基因的那些细菌才能够存活 因为它表达了我们插入的抗青霉素的基因 而其余的细菌都会被杀死 现在我们在挑出存活了的 或绿色的细菌均落 继续不断培养 就能够成功筛选扩增 成功表达了我们的目标基因的细胞和子力了 1982年 Prinster等人用子力扩增的生长激素基因的片段 注射入许致受孕母鼠的收心卵的圆盒 170个收心卵的带孕 最终成功伸出了21只小鼠 其中有7只能够成功测出 转而入的生长激素基因的片段 而这些能够测出的这些小鼠的 血中的生长激素的水平 最高达到了对照组的800倍 它们的体重 在几周内也几乎迅速达到了 对照组的2倍以上 这就是人类首次直接观察到的 直接手动对动物的基因进行改造以后的 结果的实验 巨大的世界冲击 直接震撼了全球的研究者 而之后 Martin Ebenz等人对此实验 它进行的稍微巧妙的改定 它们获得了2007年 诺贝尔胜利医学奖 它们的方法非常巧妙 是这样的 把上面插入这段生长激素的基因片段 换成小鼠本来就有的基因 只是把这段训练中间的大段数 换成抵抗心霉素的基因片段 重要的是这段基因的两次的训练 和原来的位点要保持一致 同样是这个 当载有这段基因的子力 通过电窗而进入 来自运气灰色小鼠的 狼胚的胚胎细胞时 这段系列会因为和本来的小鼠的 一段基因的起点和终点一样 而发生一种叫做 同源重组的基因交换 结果就是 极少数的细胞本来的基因 会被修改后的基因完美的替代 不这样 当然大部分的细胞 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基因 或一部分会产生部分替代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只要在培养液里面 加入新霉素 大部分细胞就会被杀死 而存活的只有因为 重组了新霉素抵抗基因 而获得新霉素抵抗的 完美基因重组以后的狼胚细胞 将这样来自灰色小鼠的 成功重组的胚胎细胞 筛选出来 注入另外一只 来自白色小鼠的狼胚 然后再植入第三只 带云母鼠 此时的胚胎中 会混合到两种细胞 一种是重组了基因的 来自灰色鼠的细胞 以及没有改变的 原来的白色小鼠的细胞 所以当这个胚胎生出来以后的小鼠 会是全身带有两种细胞的 嵌合体鼠 如果我们把这个重组的基因 标记为H 两者体的一对是HH 而没有重组的基因是小H 那么这个出生出来的小鼠的 生上的基因就有两种 一种是SHH 一种是小H 选出这个生肢器官 有这个HH表达的小鼠 和另外一只白鼠进行交配 就会生出此基因位点的 一个是自然的小H 一个是重组了大H的 这种杂合体小鼠 两个如此的杂合体小鼠进行交配 就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生出一对基因都是重组基因的 纯核子的小鼠 此纯核子小鼠 就是生物科研里面 大名鼎鼎的基因 敲除小鼠 因为它这个位点的一对基因 小H 都被混杂了抵抗性魅素基因的 大H的基因 替代了 从此 医学界想要观察某个基因的 关键作用 只用彻底敲除这个基因 在观察小鼠有什么变化就好了 比如之前我们介绍的糖尿病的GLP-1的药 研究GLP-1如何降低饮食和体重 我们只用敲鼠或抑制小鼠 大脑类GLP-1受体的基因 然后观察 发现这个小鼠吃GLP-1以后 饮食不再降低 我们结论知道 GLP-1受体机动机 降低人体的体重和饮食 不只是通过肠道 至少还需要对大脑进行影响 这样的基因重组 能够敲鼠Lockout 当然也能够Lock in 比如说我们就加进去了 抵抗性魅素的基因 至此人们有了操作调控 动物某个基因的手法 转型基因的大门 如此打开了一条小缝 而人们的想象 已经如脱缰的野马 除了各种各样奇葩的 不能只简单地用 很有创意来行动的研究 发过你最疯狂的想象 你都猜不到人们用这个技术 开始做了些什么 听说过现代人的胰岛树 都是由转化了 带来人的胰岛树基因的 直立的细菌工业化 批量生产出来的 而当动物身上的 转基因也实现以后 人们想到的自然是 更大的产量 更快更高的产能 2009年首个FDA批顺的 动物合成药物 人抗磷血酶 就来自转入 人抗磷血酶基因的羊 而它转入的目标基因 在羊奶上面 所以说蛋白就会随着 羊奶的产生而被制造出来 而制药公司只需要 挤羊奶的时候 同时提取这个药物蛋白就好了 据其介绍 一只羊一年的产能 相当于9万只人的现血 能获得的量 利用动物的产奶 和早已成熟的自然工业链 来源源不单地 获取目标蛋白 如果说是一个 商业天才的脸子 那么接下来这个 就只能说商业鬼才了 2011年 中国农业大学 和北京猛生物科技公司合作 希望能用奶牛的转基因 来产出人奶 或者制造出更像人奶的牛奶 他们把人的 荣均酶基因 成功转入了奶牛 希望能够商业化这种 有了一般牛奶没有人奶 却有更接近于人奶的牛奶 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或者说诧异 几个月后 阿根提国内农业科技的研究人员 也搞出了自己的人奶奶牛 而且他们宣称 他们的牛比中国有更多 转入了一种人奶才有的蛋白 两国的研究者都认为 这种奶更适合婴儿 将来在超市卖 会替代 现在琳琅满目的婴儿配方奶 这个技术在当年是已经成功 而且已经发表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 现在已经过去了快12年 我们依然在超市没有看到这种人牛奶 我也没有再收到 北京这家公司现在的什么信息 唯一的结果是2018年 他们估计从事 在Sense Report上面发表了 他们成功敲出了 容易引起牛奶过敏的 β乳球蛋白的基因的牛奶 从而阐述了 可能不会引起过敏的牛奶的文章 这次他们的牛奶的商业化道路 应该比之前 那个会容易很多 但是如果要说起商业化的成功 当然该数 比如像Glofich这样 成功商标注册的 发光的金鱼了 以及荧光老鼠这样的宠物了 当然是在一些团体不反对 地方还允许他们卖的情况下了 比起这些有一个商业化的东西 不仅不会遭到反对 而且还有无数的人迫切 巧手以盼 那就是在动物生产 能够移植给人的器官 来解决无数急需器官移植的 病危人群的需求 利用动物器官移植到人身上 是很多医生和机构都开始尝试 且成功的事情 比如猪的心脏半膜移植手术 使用的是类似福尔玛林的乌尔权进泡后 能表达HALA之类的抗原的细胞被杀死以后的猪的器官 此时的器官更像一个简单的节力组织 所以其免疫排斥几乎没有 但一个有功能的器官 必须是有不仅存活着而且正常工作的细胞构成 而由此带来的细胞免疫 一直是人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天前 2006年左右 马上理工学院的Vecante团队 用胎的支架做出了耳朵形状 填上胶原蛋白 和来自羊的软骨细胞后 移植到了免疫缺陷的老鼠背上 成功让人肉而量的组织在老鼠背上 类似正常的存活和生长 造就了著名的Vecante老鼠 他们的目的是用来移植给战争中失去耳朵的士兵 如果把来自羊的细胞化成被移植的人的细胞 就能够成功避免免疫排斥的问题了 当然他们的真正目标 是为了有望人工构建出更复杂的器官 比如把猪的肺 没杀掉所有细胞后 只剩下纤维支架 然后持住患者自己的干细胞 将其诱导出长出来一个新的肺 这样不就能移植给原来的病人了吗 但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来说 这无疑是一条一望无际的漫漫长路 因为它不可能 以及无法实现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在太多太多太多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当皮士伯大学的团队 提出人体对猪的器官的排斥反应 主要是正对猪的皮细胞表面的一种 简称为AlphaGal的物质的时候 研究者们会如此的兴奋呢 因为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蛋白吗 我们分分钟就给它基因敲除了 不就没了吗 而人体不在免疫排斥的猪 那不就是全身从脚弩到软骨 从皮肤到内脏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块组织皮肤 都是精子的金矿吗 医药巨头落华公司直接行动了 在96年撤资10亿美元 尤其阿弗马可以领头 All-in的跨物种器官一致的开发上面去 一顿疯狂的猪场和生物实验室 扩张了数年以后 他们得出的结果是 发现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了多 比如在飞飞身上实验的 这个基因敲除以后的器官的效果欠佳 200年落华公司不得不割肉止损 彻底终止此项目 让11亿美元达到水漂 自那之后 器官移植界进入了一段较为平静的修整期 但用猪的器官移植到人人身上的想法 在研究者的脑中 救出脱缸的鱼马 已经越跑越远 你可能好奇为什么一定要用猪 首先 它们的基因比大鼠小鼠之类的 更接近于人无数倍 另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 猪的器官大小刚好合适 大鼠的肾再大 肯定也难以胜承人的血液清楚的需求吧 但是这条路却始终还是没有走通 如果抑制猪的器官的抗扁太复杂 而直接人造器官又遥遥无期 我们似乎还忘了一个从一开始就有的方法 因为我们似乎一开始把顺序搞错了 传统的构思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该做的不是该把猪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上 而是把人的器官移植到猪的身上去 如果能够把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的人的基因 转入猪 让猪长出这个人的器官 再把这个器官移植毁这个人 因为这个器官来自于这个人本来自己的基因 不会有排斥问题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以上面介绍的目前人类转基因的技术 转入的都是一小段基因 通过对细胞和后代的筛选和杂交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子力的遗传序列长度非常的短 能够存在的基因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更何况要长出一整个人的器官到底需要或者只需要哪些基因 我们现在还无法判定 而且即使能搞定这些基因能精确的选择它们 我们又如何引导这个细胞 如何制造这个环境 以及各种生理传达信号 让它精确的去长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器官呢 我们又怎么知道它不会发育出一个 比如说基碳瘤这样的乱七八糟一团肉呢 让猪长出本来属于人的器官 供我们移植 似乎远超我们目前的科技 但答案其实隐含在了之前的研究里面 让我们把难度大大降低 从老鼠身上看看问题怎么解决 2010年 基于曾建筑开创的利用小鼠干细胞 成功填补另一个关键免疫缺性的小鼠的手法 东京大学的团队在SELL上面发表了一篇 震惊识人的开创性研究 他们在一线发育的观念基因 PDX1缺失的小鼠的狼狈 注入正常的小鼠的胚胎干细胞 然后让其长大 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PDX缺失的小鼠一般会在出生后一天内 因为疑现的功能缺失而死亡 但是当在浪费阶段注入被荧光标记的 小鼠的胚胎细胞后 其结果会是这样的 使得最右边是PDX1缺失的对照组 可以看到它的疑现是缺失的 但是当这个小鼠注入 来自另外一只小鼠的干细胞以后 本来缺失的这个地方的疑现 就会被另外一个干细胞的 发育出来的疑现填充 下面的荧光更能够明显的看出来 它的疑现主要是来自于标记的干细胞 当这个填和体属 长到成年以后 其解剖图也能够看出来 可以看到干燥肾脏 疑现 从它的荧光标记也能够看出来 这个疑现主要是来自于 被荧光标记的另外一只小鼠的干细胞 长出来的 然后对其血糖进行测验 可以看到它们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然后对照组 血糖很高 也就是说来自另外一只干细胞的小鼠 发育出来的疑现 正常的起着作用 研究者接下来 从这个嵌合体的小鼠的疑现主织 踢出疑道以后 移植到了另外一个通过STZ 而得了糖尿病的小鼠上面去 STZ是一种公认的制造糖尿病 属模型的疑现毒药 它能够让疑现死亡 比如说这是这里面的对照组 血糖就会明显的不受控制的很高 其结果是怎么样呢 这个是因为STZ 而得了糖尿病的疑现的小鼠的肾脏的筋膜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从嵌合体 移植过来的疑岛 可以看到它的荧光 那么移植过来以后 它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呢 如果做了这个实验 可以看到这绿色的线 就是本来糖尿病的小鼠被移植以后 血糖的情况 然后这个紫色就对到处 可以看到血糖明显是被控制的良好的降低的 也就是说 这次小鼠糖尿病通过移植 来自于它自己干细胞 造出来的嵌合体的小鼠的胰岛的移植 是好了 但这还不是这边研究最劲爆的内容 之后研究者们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既然它们小鼠和小鼠的嵌合体都能成功了 它们何不把小鼠的干细胞 直接注入大鼠的狼胚呢 然后同时也可以把大鼠的干细胞 注入小鼠的狼胚 如此研究者们破天荒的成功 造出了史上首个大鼠小鼠的嵌合体鼠 比如这个 是大鼠的狼胚 植入小鼠的干细胞以后长出来的鼠 这个是小鼠的狼胚 植入大鼠的干细胞以后长出来的鼠 现在问题来了 猜猜看到底是大鼠的干细胞 注入小鼠的胚胎的嵌合体鼠 长大以后的体型大 还是说小鼠的干细胞 注入大鼠的胚胎以后长大以后的 小大鼠的嵌合体的体型大 答案是 嵌合体鼠的体重 会类似于原胚胎细胞 原来被注入的那个胚胎的干细胞 那么这个是它们嵌合体鼠的 刚初生成的照片 这个是它们的对比 可以看到 这边是大鼠的胚胎 注入小鼠的干细胞的鼠的体重 那这边是大鼠的体重 那这边就是小鼠的胚胎干细胞 注入大鼠的干细胞以后的体重 那这边是小鼠的体重 可以看到和它们的原来的 被注入那个胚胎的是几乎类似的 那上面这个长大以后的图片 这是大鼠的 狼胎被注入小鼠的以后的图片 这是小鼠的胚胎 被注入大鼠的干细胞以后的嵌合体的图片 这其中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此时间的嵌合体 所发生的时间 是在狼胚阶段 所以其胚胎发育中 胎盘都不会有 对方的荧光的标记的干细胞 同样对更早期的 伤生胚移阶段制造的嵌合体 可能由于此时的胚胎的发育出来的 滋养成会有来自非同种的细胞 在子宫内会无法完成 着传和收音 而胚胎会自我闭合 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嵌合体到底怎么长怎么发育 力量和各器官生成的核心的指挥 可能在于滋养成的胎盘 所以最终决定嵌合体 鼠是像大鼠还是像小鼠 来自于其原先是大鼠还是小鼠的 胚胎发育出的胎盘 东京大学的这个研究 第一次向世人们展示着 用嵌合体培养机关的可能 虽然它有着超低的嵌合成功率 和及时成功 所的存活率和健康状态都极差的问题 但是转进世界大门 因为这个研究又被推开了一个大风 它们的PTX光基因缺陷的 小鼠和大鼠的嵌合体及一线 同样能够被来自大鼠的干细胞填充 却血糖控制良好 但可能由于种族的隔阂 存活率太低 以及小鼠长大的胰腺太小 它们没能成功做出 让小鼠长出大鼠的胰岛 再移植回那个大鼠 来治疗大鼠的糖尿病的实验成果 但是无疑 这给我们利用猪的器官 来拯救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的想法 插上了翅膀 在猪长出猪的器官来供移植 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思路 而我们缺少的是人 这个关键的因素 你现在在看到老师实上首个 人和猪嵌合体的胚胎 发育到28天和标本的图片 这是这个胚胎怀孕第28天的猪的子宫 和这个人猪嵌合体的胚胎的羊母 以及胚胎放大的图片 东京大学的大鼠小鼠嵌合体 虽然有了开创性的成果 但作者自己也承认 他们的胚胎存活率极低 嵌合体最多存活几个月 这是圣地亚哥 索尔克生物研究所 军无的团队的大鼠小鼠嵌合体 除了更新的设备 跟先进的硅注射系统 以及更好的培养方法外 他们还得益于一项真正的化石代技术 那就是CRISPR-CAS9的帮助 这是他们的大小鼠嵌合鼠胚胎居然的照片 红色荧光标记的外缘细胞 嵌合的比例达到精神20%左右 当然用最新的CRISPR技术造成的 一线缺陷或眼睛缺陷的鼠 也能通过荧光标记看到 外缘的嵌合细胞的负极 即由外缘的另外一个物种的胚胎细胞 发育来的一线和眼睛 填本了本来这个物种 因为基因缺陷而发育不出来的眼睛 像这样被红标记 这些都做到了 比之前东京大学的实验 更高的效率和成果 但真正正经医学界 同时也正经新闻界和伦理界的研究 是他们2017年的 猪和人的嵌合体 也就是这几张照片的来源了 出于人道考虑 胚胎一般不会让其存活过28天 以免猪长出人了的情形出现 但是在28天以内 已经可以看出大部分地方 让人毛骨悚然的成果了 虽然无论团队已经竭尽所能 但他们得到的结果是 大部分人猪嵌合体的生长 都会出现异常 比如这个图看到的 这个图和这个表 是他们的各种实验 最后的结果的总结 如图所示 四种细胞系的多种方法的 不动尝试的培养的结果 这个蓝色所占的比例 就是说这个 有能够发出荧光的胚胎 也就是说这个胚胎成功 重合了来自人的干细胞 然后这个深蓝色里面的浅蓝色 就代表这个胚胎没有发育异常 真正的长到28天 可以看到 无论是拿种细胞系 拿种培养方法 这四种最后这个浅蓝色的比例 都非常的低 光能够成功融合这个人的干细胞 已经比例很低了 再成功长到28天的比例 这个浅蓝色更低 那么在这低比例里面 浅蓝色成功融合人的干细胞 这个猪的胚胎 到底长什么样呢 它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28天成功长大 没有异常发育的 融合了人的干细胞的猪的胚胎细胞 美国国内研究院 由于相关团体的反定 明天禁止了对人受嵌合体的筹资 也就是说想禁止这类的研究 但是却无法阻止 私人机构的对研究的赞助 比如本索尔克生活研究所 就由Moxi Foundation的CEO 提供了2000万的蜘蛛 尽管比起人和蜘 人和猪的情形相近程度 非常的高 但是比起小鼠大鼠那样的 清净程度还是差了很远 而且人的胚胎发育要到40周 而猪的胚胎只用14周 也许在动物长出人的器官 我们需要一个和人更相近的物种 比如 如此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了 视频最初的文章 嵌合体成功的观念 是多少的外缘细胞 能够成功在最后的嵌合体中存活 并且表达和运作 而这篇论文的做到开放数量流程 达到的结果之高 无疑是化塞的 而就在这篇中科院的论文 发表几个月前 中科院的另一篇文章 同样在顶级期刊 Stem Cell 宣告他们已经成功 在猪长出人的肾 其方法 同样是用CRISPR 让猪的关键进行缺失 然后转入人的干细胞 最后再长到28天的 正常胚胎里面 甚至部位可以看到 明显的红色标记的 大量的来自人的干细胞 组成的人的肾细胞 以及肾脏组织的雏形 其比例高达了百分之 同样的60左右 而所有的实验室 在17年搞出 我们刚才看到了 人猪嵌合体以后 这些他们也没有闲着 20年他们再次震惊了 媒体界和伦理界 这是他们和北大 昆明理工大学 共同发表在CEL的文章 但是他们已经成功 让人的干细胞 融合到了实习后的胚胎 并且正常的长到了19天 不过好的是 这次他们至少没有把 猴子和人的融合的嵌合体 移植到带孕等捕猴 让其长出来 而是纯粹的在体外 在盘子里面培养 即使如此 这也是史上首个 人猴融合的嵌合体的动物 的胚胎的成长 而这也足以让 不少媒体和团体震惊不已 这张图是来自 论文的融合的胚胎细胞 的免疫荧光展示 这红色的地方 就是来自人的干细胞 现在有了本视频的 这篇文章提供的 开发的手法以后 他们应该有了 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了 看到这里 有没有部分激动的同时 又有血区的不安呢 但如果你觉得 你只要不再幻想动物 或别的特殊能力 不需要器官移植 你就可以和这些东西 进而远之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而这一些原因 只因为一个关键词 这是SGRNA 它是一小段的 有着特殊结构的RNA 在细胞里面 它的前面这段序列 如果能匹配到 与之相复补的序列 比如DNA的某一段 名为Casco的蛋白 就会和SGRNA结合 然后切断 它结合的位点的这个DNA 所以SGRNA会引导Casco这个蛋白 到特定的序列 对进行切断 通过编辑制定SGRNA前面这段序列 我们就能指导Casco去切 我们想要切的任何部位 这就是Casco的系统 有了它 我们之前那长串设计的 指力筛选同源重组的稍操作 就可以简化成 直接打入目标基因 两端互补的 剪辑序列的SGRNA 然后再打入个 Casco蛋白的序列 让这个细胞 自己去生成Casco蛋白 就完了 被这Casco蛋白切断的DNA序列 会重新自己连接在一起 但是中间的目标基因 已经被我们成功切除了 你订购指令的时候 甚至能够直接要到 Casco蛋白和这个目标基因 在一起的一个指令 从而一次性的注册 就能搞定一切 Casco蛋白系统 真正可怕的地方 是它实在太好用了 基因枪数 以往只有在资金和大牛 都非常充足的实验室 耗时耗资费力 才能好不容易地完成 而Casco蛋白不仅便宜了 几乎99% 还更精准 更高效 更简单 简单让你甚至你不用实验室 在自己的厕所都能做 同瘦武器 现场直播带货 加展示 虽然只是在动物修改基因 但若被修改的细胞的基因 因为和野生动物的交配 而流入大自然的基因值 其长期的后果 无人知晓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这样的小生意 让监管机构紧张不已 而下调他们大雅的事情 还没有来呢 2018年 当贺建奎直接爆出两个 CRISPR编辑的CCR5基因后的婴儿出来 在学会直接公布他的结果的时候 全球的学者都坐不住了 被当修改的孩子的父亲患有艾滋病 而HIV通过细胞表面的CCR5蛋白感染 所以他的编辑对两个孩子起到了保护作用 但依然他的行为引起了全球的公愤 曾经的斯坦福大学同僚赶紧切割 而贺建奎因此受到了三年的牢业自在和三百万的罚款 去年初一后 他在大兴重建实验室开始新征程 并开通了微博 至今他当年在油管的政经世界的发布的说明视频还可以看到 以及评论区永远不会停止的争论不休 贺建奎的情况似乎在向人们表明 法规条款 伦领道德以及科学进步总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 而Krisper问世无一给基因技术带上的装了火箭的翅膀 无论我们怎么控制 平时你的精灵一旦出来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回去了 因为就像人类的城市 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对我们地球的物理的环境造成永远的改变一样 人类的科技也将对地球生物的基因造成永远不可逆转的改变 而这个生物包含我们人类自己 Tristan Roberts is completely within his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FDA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is nation to self-experiment in any way that he deems medically appropriate and make it into a little circle and it's a very small piece of DNA and it's mixed with a transfection reagent that when you do ultimately inject it into a human or an animal 就是一种对进化的人工干预 没有人会知道几百年后的人类会不会和这个途中不断筛选折优出来的玉米一样 和原先彻底变样 也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答案 这样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 起初可能是对粘状细胞贫血这样简单的基因的遗传疾病的治疗 当这项技术逐渐普及以后 越来越多的人会对基因修饰习有为常 并开始接受以为再正常不过 到那个时候 不对致命或任何带来不变的遗传疾病进行治疗反而会变得不人道起来 而在那个时候 有何理由不同时再修改几个基因 来降低一下癌症的概率或预防一下略据的感染呢 而当那也被普遍接受以后 何不再同时修改一下肤色眼睛等等呢 在之后必然随之出现 也必定随之逐渐被接受 如果说蒸汽机是工业革命来临的核心 计算机是网络时代来临的核心 那么诞生于2012年的CRISPR-Cas9系统 必将是基因时代 如果它到来的话 的核心起点 而我们一定就像工业革命初期的农民 听闻政治里面的人在讨论城里面的什么 冒着机器的大怪兽 大铁卢 浑然不知自己的世界将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我们也是幸运的 按计算现在还年轻的人 将可能是第一代基因革命真正收益群体 比如从不会衰老的动物身上获取的基因 让人类可以彻底摆脱 或极度的延缓衰老的技术的常识的第一代人 肯定是老人 而他们就是现在还算得上年轻的你和我 如果基因革命到来 我们就有可能和未来一代一代的人类的后代 见证人类真正的 新城大海的真诚 现代社会的什么高盐高能量饮食 高血压糖尿病甚至癌症 都可能将是小菜一碟 未来生物科技研究的 怎样让人类的皮肤或呼吸系统 适应太空飞行的环境 有人说 自从这颗星球上面最原始的猿人 好奇的抬头望向星空的那一刻开始 人类科技的进步的脚步就永远化停止了 如果以上万年的单位计算人类这个物种的眼镜 在这过程中唯一根古无边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都将永恒的 不会是我们作为趋力的肉体 甚至是基因 而是人类社会 人性的本质 但愿由他而生的人类道德 能在这野蛮身上的科技海洋中 做一盏不灭的灵灯 指引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 避开一个个 腰膜横行 光光动力 你我都会永远后悔 无疑的可能的世界 我们试试了病毒 我们知道我们的选择是 让我们的胸膜移除了 如果我没有做这个 我会获得胸疾病 有了83%的可能性 我们的试试 在2020年的研究 确认了要求保持 科技人用CRISPR 抄疑病毒 疗病毒 指引属病毒 因此减免 的秩序病毒 一种最大的目的是 瘾病毒 人的目的是 食物来好 温暴用 这些肢阳状 季性贵者 已经维感到 以保持他们清冷 我说 我找到了 健康 подход 这ур绩оз 不是 清冷 环的 地 是 dance 主持人体收以 清冷 清冷 处流 不要动它 我走到一场游船 看着所有的生物 我看到一天的蚯丝上那天 我问的是想要这些会议到 如果我们,在设计的羊群,我们教我们的羊群的羊群 做羊群的羊群 自己的羊群 叫做羊群群的羊群